90 後青年全新任務決戰消費陷阱 被人騙?買錯搞火?貨不對版? 那就要叫我們啦 90 後翻牆大作戰 KO 消費陷阱 歡迎回來最新一集90 後翻牆大作戰 今天回來就繼續有我們兩個在跟大家聊天 我是大王 還有阿雞 我兩個在這裡 我兩個是紫帽雞 為什麼這麼說呢? 現在變成紫色頭髮 Big Bang 感覺 叫你紫帽雞 那幾個不是新的雞煲 我看雜誌有什麼雞煲 紫薯雞煲? 整包紫色好像以前看白雪公主片 沒有頭雞而已 不是真的見過紫薯雞 我真的不知道看電視或雜誌 出過一些邪惡隱世美食 邪惡是真的,我看那一包好像女巫 邪惡是不是? 邪惡 這個世界上什麼邪惡你未必分得到 早兩天看到一個澳門朋友 大家知不知道澳門有兩間醫院 你知不知道澳門哪兩間醫院? 出名的,只有兩間 但我不太懂得叫名字 一間是政府醫院,一間是私家醫院 然後澳門人都說那兩間醫院 一間叫謀財,一間叫害名 真的嗎? 是 即是澳門人敢改那兩間醫院名字嗎 政府那間就是害名 私人那間就是謀財 我問他,你有時候會選謀財還是害名? 謀財 對,都是謀財 如果你錢錢上是可以的,就去謀財那邊 至少不用讓他害名 那就沒那麼邪惡 不過這些都是,也有聽過很多一些 那些地方有什麼不滿的事情 始終好像沒有香港那麼多的選擇 也是 至少乘車方面也有時候 某方面,他有很多免費的東西 但有時候有期間巴士會比較疏 很多免費的東西,這是好像之前說的旅行推介 記住,如果去旅行最懂得坐坐酒店巴士 錢也省得到 那些巴士你懂得坐就有很多地方去到 沒錯 不過今天我們就不是講題目 只是講了什麼紫薯雞 不小心來一來一題 不過在正式開始今天的節目之前 都要跟各位聽眾再說一聲 就記住要上去Facebook 夾我們的Page 就是like 有什麼可以傳PM給我們 或者留言給我們都可以 有時候有什麼有趣的東西都會丟上去給大家看看 回到今天節目 我怕我們上次就是 講一些 講一些怎麼說 不是,就是講一些有關食店的方面 一些食評 或者各方面的東西信不信 還有說買票的東西 即是那星期熱話 沒錯 但是這個星期回來 可以匯報給各位觀眾聽 我是真的搶不到五月天的 你結果搶不到 我結果他本身到最後10點到12點才開手 即System有問題 我真的下午12點9 他出門去工作 一直都按著手機F5 然後你工作的那邊就說 你很好吃啊,經常都在按手機 我沒事的,半夜12點9 半夜12點9 不是啊,從下午到半夜 我放在桌底下 不說別人以為我下面不知道在哪裡 我以為你是狠狠的 大腿狠狠的 以為我一直拚大腿 大腿就懶了 即是應該說 阿雞你不如去看看 我怕你出事 有些俗數的東西 是非料科 應該要他那些 但今天我們不是想說回上次的主題 例如阿雞叫做追蹤一下 告訴大家 結果他也是買不到這個五月天 其實很成功地 黃牛又贏了一場 只要這麼說 所以阿雞那天有機會 希望可以用其他銷售方式 讓大家有一個表題 當你看到尖沙咀通理那件事你就明白 說真的 不過今天我們回來 就想跟大家說一個 閒談一點來自網絡的一個題目 當然這個題目 某程度上跟我們節目名字都很有關係 我們節目名字是九十號翻場大作戰 有時好像阿雞 你的九十校 我這些又八十校 甚至之前有請過靈靈校的朋友 一起聊聊天 有時可能幾代人看一些不同的事物 都會有不同的觀點 雖然很老套 但真的有時那個分別會蠻有趣 相信可能有一些 如果當作節目 可能我們的朋友 有些錄一輩的朋友 聽我們的節目 可能會覺得 我們會帶了一些新潮的知識給他們 但反過來有些小的聽我們的節目 像兩個阿淑又翠水 可能是這樣 我記得我們節目好像有上網上YouTube頻道 即D18那邊 我又按一下去看下面有些評論 有時有些評論是有些評論 在哪方面可以改善一點 我會自己再談 有些評論是有時覺得兩位主持 即是說的程度未必跟他們一樣 即是因為大家的成長環境不同 有些聽說的 有時會有些事情會有趣 甚至乎我自己有時跟一些 較為00後那一陣的朋友聊天 即是有些做事上可能認識到 有時大家聊一件事 即是可能同樣說同一套戲 或者說同一套漫畫 其實大家的觀點和看法都可以很不同 當然 但可能也是我們本身 即是都是跟電台有關 我們之前讀的東西也跟傳播有關 我們看的角度又會再專業一點 我那天不是專業是你會從哪個角度 即是有時可能 如果你說喜歡做媒體工作 或者參與媒體工作 即是你個人也好 或者真是媒體工作也好 那你可能看的角度是從分析多一點 但有時可能你說還未在工作這方面 我又不可以說用不專業去提供別人 我會覺得是他們會從好users那方面的 受眾的角度去出發 有時聊天 你們就知道受眾的東西 怎麼想就有趣 但今天我是因為之前上網見到一個很有趣的題目 那個題目就不僅是說這些 他就說回有一個好像是老師 做老師做教育工作的一位網友 上網就在討論區上留了一個post 說回其實有哪些行為 是在他接觸到的一班00後的學生 他在這班學生接觸到回來就知道 他就說到底有什麼行為 在00後的眼中已經是屬於腦餅的行為 00後呢 我先做一個簡單的解釋 最大的00後應該都是2000年1月1日出生 現在是剛剛18歲的 是的 18歲會比較多 因為我記得之前有一次跟我們說 其實現在90後的一班 即是你們這一群 其實全部 就肯肯定18歲以上 就肯肯定18歲以上 就一定成了一年 當然你說00後 最大的00後當然是2000年1月1日出生 但是如果你說說到00後 始終有一部 也許多 可能現在正在讀中小學的 甚至是小學 中小學的等級 2009年出生 他到現在只有9歲 是的 所以他們有時候可能是跟老師聊天 這個網友就是一位老師 就是跟學生聊天的過程之中 他歸納出一些項目 就是一些在00後眼中 已經是腦餅的行為 所以拿出來跟你聊聊 即是阿姬你之前經常說 幾年前的時間 看到你還經常笑我腦餅 沒有啊 是嗎沒有嗎 我還挺仇的 你沒有聽過說他得罪方丈 想走什麼 不是開玩笑 你不會飛進來踢我 不會 我喜歡拿手機 但是不開玩笑 但是我們有時候都說 有些行為 或者某些做的事情 可能我和你 其實我們隔了很久 其實我們隔了幾年 但是有時候可能在某些方面都蠻不同 所以我出來講一下 看雞們不會 那些腦餅行為的地圖炮 就連你也吃了 我覺得我應該會吃的 因為我當然先看了 其實有些是我們一起吃 有些是我們也沒有吃的 那說一下什麼 就是逐一逐一說 其實第一樣 我想這個應該就是 我和你一起吃了這枝地圖炮 或者一開波就吃 是的 那這是什麼行為 令到00後覺得你腦餅 就是你沒有上YouTube看笑波子的影片 是的 不好意思我放在那裡 你剛才好像一年不愕然 就想到你在說什麼呢 你是不是有這種感覺 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那其實就是一位YouTuber 我自己上YouTube就不是看YouTuber的影片 其實理論上你拜好講義上 你只要把一段影片上YouTube 你就已經算YouTuber 曾經也有一個小朋友 教過別人怎樣成為一個YouTuber 那之後有很多事是非非 那之後有很多事發生了 但是如果你說講義上 基本上你上了一段影片 就已經成為YouTuber 那就是說再講義上 可能這100%上了我兩個的影片 嚴格來說我兩個都可以成為YouTuber 但是如果你說賣俠義一點 大家都會分到哪一群 可能是屬於大家俗稱YouTuber的一群創作人 而這群創作人中 其實我之前按一下按一下 錄到有一位好像叫小波子 但是影片按害我 不可以純粹說我個人喜好上不太對 我比較喜歡看其他類型的影片 但是這個項目是說什麼呢 就說原來現在很多00後 其實都是看YouTube去長大 那就是說當中一個很知名的YouTuber 小波子原來是很多00後的偶像 就說那些00後 有限時會常常在這裡扮少波子 說他某些名言或者某些搞笑的位置 有些可能他經常會做的搞笑的位置 說某些禁句 在00後是會常常扮他 甚至很喜歡扮他 可能開場白 或者可能用來開場的時候的動作之類 還說那些同學在裡面會 看看誰是最忠實的少波子粉絲 如果你是被認為 就是我問你哪一段影片的內容 你都知道說得出來 那你真是一個一等一的少波子粉絲 然後就有一個honor 就是我是一個忠實的少波子粉絲 我想以前也有 以前 我們的周星馳、黃子華 有的有的 試一下 如果我突然跟你說 歷拔山是喜開世 你會怎樣 這句是下句 為什麼呢 下句呢 怎麼說呢 又不是的 我那一刻有話 時不離是追不逝 下句 不是這句 是這句 不是這句嗎 是文西先說下一句 周星馳先說文西 我撈錯了唐伯虎點秋香那一集 不是 這個是國產007 我撈錯了那個瑜伽池堂 就有很多的鯛魚 不是那個 很多的 有很多這些東西 或者是黃絲以外打我一笨 然後你就會一群朋友一起打他 我們已經失敗了 我們剛剛的對話已經失敗了 失敗了 但是 怎麼說呢 有時候你一兩個肯掉了 我當然沒有所謂 但是可能你就追問另一個 混蛋而已 對 犯法 這些 其實都有的 甚至乎 我那時候怎麼說 有沒有一些 常常模仿 我那時候應該是周星馳比較多 是 多理的 現在你們那一集應該是黃絲華比較多 我們這集其實當然有 常常要在講黃絲華 黃絲華還跨了我們 其實周星馳也還跨了我們兩代 黃絲華第一個九零年 是嗎 然後他真的令到非常受歡迎大家 開始背後一點時間 可以說是 去到九零年那個第二集 之後再多一點時間 就開始大家經常瘋傳 剪了那一段影片 即是每年九七都總要接回他那段影片出來 我不知什麼事 你打一頓風就會貼花 馮風 人打風 你打風 你打那幾個鐘 我打哪一段時間 你打風 連年都會貼這個出來 打一頓風 也有的 即是如果我的朋友 還有化妝和喬妝都經常出現 我的朋友是真的去背周星馳的東西 或者背黃絲華的東西 背得厲害的 即是大家說 你這麼厲害的 黃絲華這些東西都記得 總是一種榮譽 可以是這樣說的 背榮譽 當然不會說大家清清楚 我現在先頒獎 但大家會有種公益 黃絲華是他最熟的 我自己的衣著感也是這樣 即是你可能穿到某幾個牌子 現在最紅的 我都買不起那些 Supreme 那些 我買不起那些 好像潮流教主 已經不是你的面子 就算你的樣子 多醜也好 你穿 Supreme 即是用紙袋凹著他的頭 不用用紙袋凹著他的頭 你已經有一個光環在他的頭 不過不會凹低頭 這個我有一些不太能理解到 但如果是一些偶像的方面 也很多 也絕對多 甚至乎 你說 他應該說是00後 可能是看youtuber為主 那些關係 我搞笑的 我一陣是隔著兩個年代 我一陣是80後的 即是有一些在網絡時代 開始興起和未興起 那個中間交界位 就是我們這代去經歷的那個時代 有時候有些不同 即是我一陣是看著youtube去開 因為我也算是 但那時候不太懂 你不太懂的 你應該開始懂電腦 那時候已經有youtube 我應該是youtube其中一個 有啟齒去看 就是這樣 也算是youtube開始 不久去看youtube 因為我們那一陣 那時候是經常 拖映區的點醫學 是欺騙的項目 但那時候 那些人要分享一些短片 首先那時候短片 你不要遇到的像素很高 或者要很長時間 分享半個小時 那時候一兩分鐘 可能已經很美味 要找一些 什麼free spray 什麼sand spray 類似的東西 什麼是upload 那些 再放在那裡 就說這段影片很好笑的 那隻熊貓很有趣的 然後你下載那段影片來看 那段時間是這樣的 沒錯 你出門都不用指望 你一定在家裡做的 然後再後一點 就開始有些網頁出來 就被人下載那段影片上去 然後就在網頁上網上看 但也有很多限 那些是日常的 不是日常的 好像是厚很多 好像以前有些名字 其實現在已經不見了 然後再加一段時間 就出現了youtube 然後大家就說 這麼厲害 這些影片不用下載 我可以上網看 那時候對我這段來說 youtube的出現是幾 很潮的 我真的覺得很震撼 以前就是我一段影片 100mb 我只下載了100mb 那時候網速又慢 變成了半天才看那隻熊媽 可以看一看賣民的片段 但現在youtube被按上去 那時候發覺 那時候的streaming速度 你不要以為現在這麼快 可以stream4K 但那時候你開始用streaming 你不用等了很久才看那段影片 其實是很厲害的 但如果你說00後的班 都習慣了沒有工作 就可能小時候已經 家人收拾電話給他玩 正如我之前有一點 我可能見到一位舊同行 那一位舊同行 可能早一點成家立室 已經是我的小朋友 可能出來已經是 塞捕手機 開了一些Thomas火車頭給他看 所以那個習慣 小時候已經是上youtube 那些 也是 那可能他一上去 你去一些熱門影片 可能就是youtuber的影片 比較多 那可能他們 變成接觸他的影片 就比較適合 都不關是不是youtuber的事 你看開那些 他就會給你類似的 那些熱門影片 可能是他們的角度高 還有在香港的地方 那裡 那些熱門 按熱門的patreon 如果沒有訊息的 可以按下去 很多時候就是他們的影片 也是 在香港的 尤其是 他被捕捉到 我們是香港的youtube 香港最熱門 都是那些 所以這個 不追看笑波子影片 在00後眼中 就是一種老餅的行為 雞一開始就完全攪不到機 輕了機 我又自己沒有看開 所以這支 什麼炮炎 嚴格來說 地圍炮 我倆吃了 那不如我們說說第二個 看看你如何 第二個先說明 我一定中 因為這件事 基本上我 不知什麼來 第二件就是 不玩鬼口水 我差點講粗口 你知道我聽完這句之後 知道 你那時候很容易講粗口 我已經S字頭出來了 不需要這樣瘦法 吞下去 那如果是純粹講粗口 就沒有所謂 雖然那一句 我們就好像午餐時間 沒有說太該死的屁 但是 第二個被視為老餅 就是不玩鬼口水 即是噁心膠 俗稱是噁心膠 我們說午餐時間 其實說這件事 都幾 沒有什麼 噁心膠 在我心目中 就是用來清潔keyboard 那些膠 即是有些什麼 Clean的膠 整個噁心 摸一下摸一下 然後摸在鍵盤上 然後就吸收鍵盤 某些層出來 我覺得吸收鍵盤那些 某程度上 如果它是乾淨的 你沒有用過的 摸一下 摸一下也挺舒服的 不會爛的 沒錯 你除非是撕開它 但有時候 因為我自己 家裡有幾個鍵盤 有時候見髒 我馬上貼下去 有時候見電話的孔 一陣子 塵在裡面 我用一個塑膠 通常是做這些 左鍵盤有滑鼠 那你一定是在左鍵盤 左鍵盤有滑鼠 我不是這樣說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然後你說 滑膠膠的時候 我會容易清潔到 但玩一些滑膠膠 應該又不同 我剛才說的 你當是清潔keyboard 那些稀釋 五倍左右 那不就像是鼻涕 沒錯 可以怎樣玩 怎樣玩 不知道 拿來拿去 你有沒有看過年輕人玩過 我是難怪的受害者之一 你是難怪的 我聽了之前 很早期的雜數都說過 曾經做過補習社 如果你不小心 那些難怪是一本 雜作寶 一蓋上去拍攝 然後掀開 因為如果我用來清潔keyboard 那些難怪 你貼了一點 其實我拿另一塊 黏回去就可以走 但你那隻稀釋 那些稀釋應該就不回 然後整本部一塊塊 好像那些吹波膠 黏在牆上 你刮不走 你知道嗎 很久以前沒有那個 比例還是什麼 那隻吹波膠 有一個洞 然後就黏在那個膠 對 然後再吹 我小時候買過 然後黏在牆上 那些可能是交難解釋 沒錯 我想這個00後 應該看到我們玩這些 都覺得我們退了 應該 沒有的 那些東西是卡吃的 你不是走回那些 90年代之前開的集貨店 都買不到 都是現在少的 文具店現在都不買 報紙檔可能還有一些 但報紙檔少了很多 那些再舊式的報紙檔 還是一個鐵皮箱 蓋上那種叫做報紙檔 那些可能會黏在那裡 沒錯 但那些葡萄膠 做補習品 你見識過他們 在玩的葡萄膠 沒錯 那閒時的葡萄膠 除了黏在那裡 還可以怎麼玩 欺負我的同事 怎麼欺負 放在椅子上 當然要坐下去 沒錯 即是那些葡萄膠 玩完之後是收不回 多數玩完之後就是 理論上是收得回 丟到一個桶裡 好像那些 但如果你真的很暴力地對待他 他就真的收不回 那其實那些葡萄膠 是什麼 我想除了整故人之外 就是自己來捏一捏一捏 喜歡一站在那裡 這個就是乾淨版的鼻涕 那你會不會 我理解不到 不是太理解到 即是有些人喜歡噁心的東西 會覺得鼻涕的質感是挺有趣的 一塊塊 然後你流出來的時候 你拿起它又好像一塊 扯得起 那種感覺 即是我按上youtube 看到有些什麼彩耳的意思 騙我說是挺治癒的 或者折暗瘦是挺治癒的 但你喜歡解決了那樣東西的過程 你不是喜歡玩那一塊在裡面的東西 你不是喜歡拿出來玩嗎 我理解不到這個項目是說什麼 那位老師就說 現在零零後去就很喜歡玩鬼口水 就說差不多是接近每人 會是一人一見的這些噁心膠 會是隨身攜帶的 沒錯 我記得前多少時間 即是一年前左右 整班就是興玩那些什麼 紫尖陀羅菲克斯比拿 你每個人都在戴著褲袋 你上學不戴筆不要緊 你上學不戴紫尖陀羅 你真的 那時候我見到一些 可能逛街 見到一些小朋友 在褲袋一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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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潮流看來現在沒什麼人再玩紫尖陀羅 應該是轉了鬼口水吧 我猜現在 當然中學轉書轉筆很大後果 你帶紫尖陀羅轉應該被先生收了 不是嗎 不止收 當時轉筆轉書的同學被捉了上去stuff room 轉康熙辭典你轉了十秒 讓你走 轉康熙辭典 我見到一本康熙大辭典拿出來 沒有的就轉的時候說 嗯 奮鬥老師你看著我 我一定轉到的 轉的時候不好意思 失手I'm sorry 失手沒有心沒有心 這樣也可以 你的性格和你的衣服一樣 暗黑 即是很邪惡 暗黑版大王 我又不會否認 暗黑別柱版這個你認住 我上課的時候試過轉間尺 即是放間尺的鐵尺 有些鐵尺 捉著一支筆轉得好像發發發 我多怕你轉戒刀 戒刀 戒刀刀片上面也有個洞 現在是爆船陀螺嗎 當年那些小朋友在爆船陀螺裝刀片 那時候轉到先生說 你再轉我就罰你 其實爆船陀螺裝刀片有什麼作用 沒有 純粹瘋了 我以為戒爛別人的陀螺 快點贏 但其實是很危險的 你自己收一隻陀螺 你不可以一手抓住它 所以那時候的小朋友是玩的 因為那時候看卡通片 卡通片經常玩到陀螺 又搓一條龍出來撞人 變成是做借下去好像比較帥 刀片 但都是一些不太好的行為 有錢的就貼兩個燈彈進去就很帥了 你要計算LED電 不是計算平衡度 其實我看到陀螺好像見到幾代人都有玩 我這代人有人玩 是突然流行的 可能有卡通片 如果幾代都有人弄 如果你說到不只是講陀螺 至尖陀螺沒有人玩 現在做一群人流行的 鬼口水 鬼口水可能成本低 你一桶這麼小的罐 他裝成石油罐 可能是一元兩元 可能是成本低 可能是不方便他喜歡 我們兩個又吃了地圖炮 又中了老餅這招 那先講講下個點 我先問你 好 其實有這麼多個你都看完 我們吃了多少枝炮 你覺得 看完再講下去 其實我已經吃不少 我好像避過一兩個點 可以避過 我自己避過兩個點 攬下一個點 我肯定我們兩個又吃了 是 有什麼行為 在零零後 會覺得你是老餅的事 就是 你繼續在聽陳奕迅 嘩 我是老餅 謝謝大家 老餅 我自己聽的那個 我相信我們在聽中 每個人都是老餅 如果吃了這招 也有很多 我認識的朋友 裡面一堆都一起中 為什麼呢 這位老師就在草吻區說 原來00後他們喜歡聽英文歌 或者韓文歌 比較多 不是太喜歡聽陳奕迅的歌 同時在他們心目中 陳奕迅已經是屬於我媽媽才聽的那一眾藝人 嘩 我真的想不到 想不到 在我們的概念上就是什麼 媽媽那輩才聽的藝人 可能已經數過譚詠雲 最新的那些 張學友 最新的那些都已經是 你那一陣不可能是張學友 我那一陣就是叫譚詠雲 就是我們父母那輩聽的 還是溫娜 還是譚詠雲 還沒有單獨發展溫娜 還沒有單獨發展溫娜 但我這個可能就是小時候聽過 說得為其實 雖然說是我們上一代聽的 但其實我那句挺好聽的 我可能也聽了一份 其實黃偉敏 直爺幫我寫一些詞 其實到現在都還是重點 正如我自己的Spotify裡面 有四條playlist 是陳奕迅的 其實也有四條playlist 是哥哥 古語機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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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太過教過之後 古天樂呢 古天樂這個 今期流行 這個追名林琴 然後譚詠雲有一條playlist 會存在這裡 但是想不到 我以為譚詠雲 可能被人說老餅 首先我講沒問題 對於他們來說 這真的是老餅 那又不怪也得 但是 為何陳奕迅 這麼快又被人當是老餅行為 我曾經以為他無論日夜事如何 經過都可以 力久不詳失 不衰 好像不知哪個港產片 像杜汶澤這樣說 那些什麼 劉德華 你是不會勾的 那些 總之現在陳奕迅 就被以為勾 又可能在另外一套港產片 杜汶澤會出來說 你看喇叭褲 他現在又流行了 所以想問你拍一套官人 你不要說官人的事了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 我很喜歡這部戲 但是因為喜歡聽英文和韓文多些 陳奕迅是屬於媽媽輩 其實也是這樣說的 回到我講的 可能我有一些舊同學 早結婚的 早成家立室 都真的有小朋友出來 變成他們那一套的父母 去聽陳奕迅 你從邏輯上是沒有錯的 因為我這一套真的聽陳奕迅說 我們這一套 就算是看著陳奕迅出道 看著他 看著他開始彈起 看著他98年叱測 我的快樂時代 我反而 我對他的記憶最深 是超人迪家 超人的進行曲 因為當年我有追負超人 好看 銀河唯一的秘密 對 超人迪家 到現在超人迪家 已經被人叫做前輩 在日本的超人迪家 然後再新一些 那些卡通片主題曲 你不是說 香港以前的樂壇 我找到一些巨星唱 卡通片主題曲 現在都沒什麼 以前劉德華有唱過這個《數碼暴龍》 IQ博士 梅艷堡 鄭伊健也有唱這個《數碼暴龍》 然後陳奕迅就唱這個《鋼鏈》 《藥被傷害救》 還有一對手 都很多 其實這個風氣的文化 其實在日本那邊 其實很多動畫主題曲 都找到一些很當紅 甚至很一線的artist 香港現在日動畫 少了中文歌 有更多話題 但陳奕迅 多年這些班 都會看著 有超人迪家 然後又記著 這首歌挺好聽 陳奕迅 聽聽其他唱片 我這集就是這樣 但當然 陳奕迅現在 故之前也算是前輩 神台 真是神級 然後連超人迪家 新的輯數的超人 因為日本還有出銜彈超人 有所謂的新世代 新世代那班 可能用他的能力 那時候已經叫 不是叫Tiger 英文的名字叫Tiger 不是叫Tiger 現在叫做Tiger 神 是迪家前輩 叫了一輩 所以他唱主題曲的 超人其實都已經做了前輩 沒錯 計算一條數 難怪 但想不到陳奕迅 那麼快就被人揹 不過現在他那班 喜歡聽英文和韓文 我想幾代人都會 有一些人是特別喜歡聽外語歌 比聽本地 我自己也是 女生多了 韓文歌 我那時候不是 我真的聽日文歌多 如果中學的話 現在每個女生 你跟一些零零下的女生 你給她兩隻手指 就是Tiger 然後馬上和你跳 給我兩隻手指 我真的不懂 不知道 我這個人 大家知道 我看到一群女生 你知道我已經粗皮一點 我叫我給她兩隻手指 我給那兩隻手指 現在一定不可以在鏡頭上做 不是那兩隻手指 我幫你遮遮 不要遮遮了 Snagini 當然是跳 你只要這樣給她的動作 她已經跳了整隻手指 給你看 神經病 因為我那時候 如果我讀中學 做中學雞的時候 那時候不是流行韓風 那時候反而是日本的J-POD 最流行 那時候女同學好像聽到 King King Kiss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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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那些 然後再後一點點就開始Johnny其他 那些 但是 然後做一做 你說 日本的熱潮就沒有 在香港現在 再講久一點 可能說真的你 為了再大學你一點 那一輩 玉智浩義的歌都聽很多 來了 聽不到 但又是好 力求不須 你甚至說張學友改了一堆 桑田加油 也是 我已經是桑田加油 那些可能再耐一堆 我那一堆就可能是聽 可能有幾個樂隊 可能是聽X之後的那堆 另一些樂隊 例如如拉斯 彩虹 Glade 那幾隊 我那時候就是看著他們 三對互片 又不是互片 只是在競爭 如果說喜歡聽J-POP 就可能聽Johnny 那些 聽狂本剛 V6 那些 其實都誇了幾代 這個也是 那時候日劇是潮的 日劇是潮的 日劇是潮的 是日劇是潮的 然後到零零 剛剛好零零零那些 就出台劇很潮 流星花園 那時候主題歌 余情慶唱 主題歌 這次韓虎潮 之後就是楊盛林 羅志祥開始彈起 我就見證這一代 之後就去到 看美劇韓劇 開始現在 其實之後是先去韓劇 美劇就兼著兼著 總是有些粉絲會看的 韓風是吹得快 然後K-POP 韓劇都厲害 其實我覺得現在 又有少少韓風 不知道是不是 K-POP可能就繼續 在紅 但感覺上韓劇的影響 就好像沒有那時候 那麽厲害 可能因為黃之華說完 有車有扭論之後 又沒有那麽厲害 應該不是的 但現在就好像反而吹美劇多 不好意思 因為現在看到有些 很多人上網 看韓劇當然是有的 但可能看美劇那一陣 其實是多的 還有Lethics 除了Lethics 可能是HEO 那些 也有很多頻道 給你看 其實我不知道 這個可能有少少外套 但我覺得好像 有些喜歡日本風的人 可能你說的角度會有少少錯 但韓風 好像韓風那一陣子 好像好像 怎樣說 東西好像紅得很快 但又散熱散得很快 我不知道怎麼看 我看K-POP 有時候去韓國餐廳 就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一部電視不播 其他電視台 只是Loop著MV播 我經常都覺得 對對差不多 可能我自己不熟 當然 當然是不熟 但對對也是這樣跳舞 穿到鬼五十六 古靈精怪 可能有些不熟的看樂隊 我想對對對哥也是這樣 然後那個紅白藍 好像學士學非 那些是非精 好像蒙面超人 幾隻色 他們跳舞 怎麼說呢 我經常覺得韓風 是散熱散得很快 你想想 那些東西是不久的 不是這些東西做不住的意思 就是說 熱潮吹完 最近那些粉絲很快就放下了 你想想 你可能上網 見人說日劇那些 大家說到牧村以前 對劇 都還有人 在那邊說 好看 可能那一部 可能有些粉絲 可能有些粉絲 可能是由福山 阿智拍 這個同一屋簷下 看看 看到他 到現在結婚了 前陣子在日本 還說結婚了 還說 有些夫妻那時候 知道是福山阿智結婚 就沒心機煮飯 因為那些是小妹那時候 去迷她 迷她現在做的媽媽 整群沒心機煮飯 變成那幾天 叫外賣的數字 高了很多 因為每個人都當成是老公 那陣子都沒心機煮飯 那陣子都沒心機煮飯 老公走了 他老公 做了別人的老公 然後整群沒心機煮飯 但是那時候很喜歡在日本 因為很喜歡在日本 因為很喜歡在日本 整群立即打回去 說我家裡說今晚不煮飯 幾天都不肯煮飯 說沒心機煮飯 說我是P3 覺得那邊幾天會長久很多 可以 那些粉絲好像一迷 就迷了很多年 但是韓鋒 好像數電視劇 對上 我記得好紅 有什麼鬼怪 什麼太陽的後藥 太陽是出名的 其實現在都沒有那些事 反而 我不知道是否喜歡韓鋒那群 可能他們自己的群人 還常常說 但是日劇 可能到早一段時間 幾年前很紅 半集直樹 現在來不開大家還有人問 喂 為什麼這麼久沒有新作 看我 我等了很久 可能還有人說 還有香港也沒什麼想想 韓國戲 日本戲也多 兩邊都是一般般 有時候韓國戲也多 真的爆到很紅 近期的日本戲嗎 我想不到 我之前有介紹過 《世人反自白》 不過不是 日本戲有時候 日本戲有時候 自己表現 那個節奏未必有很多人吃得下 這麼說 真的慢 變了不知道 可能現在的年齡 聽歌方面 你喜歡韓國 或者英文多 變了可能 香港 阿慈水也有聽 但是陳奕迅 總之你聽就已經被 以為是這個小老餅行為了 不如說下一個項目 好啊 其實下一個項目 也是我們倆一起吃了 好啊 是什麼呢 一個他們覺得老餅的行為 就是你還有上網上討論區 就這樣吃光了 不用說了 就是Yuwon 鄉土 高登 連登 那些 你還上網上討論區 就會覺得你是老餅行為 沒錯 這位老師說原來 那些零零校 他們覺得什麼燈 都不知道是什麼 你還上網上討論區 那些 那些 阿叔才上的 已經變成了一種 我爸爸 那倒是 好像我爸爸媽媽 是不會有年燈高登號碼 是我們這一陣 兩陣有 但這一陣 其實都快要立即變成 別人的父母 對吧 怎麼說 可能是 我不知道現在去的那些 那些人 可能是有時候 這家新聞有趣的 就會傳網址給人 或者會傳某些 某些社交軟件裡面的 post給人 或者是capital給人 你看到有趣的 就capital給人 但我們這一陣 其實還是有時候 會傳一條高登 我傳一條連登 我傳一條you want 給人 你真的不要capital 傳給我 我反而 說真的 我看一半不看一半 之前班我試過看到有些有趣的東西 可能可以用來做資料 我也是傳一條連登給阿雞 或者我看到一些 完全不關於節目事 我覺得好笑的東西 哇 想不到這麼好笑 我傳一條高登 給你 試過是 我們這一陣是會 你不要讓我分解那件事好不好 我只是聽眾不明白 不要說 我們普通沒有興趣 總之我們這一班就是 會傳一條高登登 連登登給別人 沒錯 就已經說他們的腦餅 其實是可以拼著來講一下他們的眼中腦餅行為 是 因為他們現在不想上土養區 就覺得想上土養區的腦餅 那他們用什麼呢 你可能以為 那他們肯定是 去上Facebook多 你可能這樣想 我也是看Facebook看蘋果凍而已 但不好意思 你又腦餅了 我也吃了東西 你又吃了東西 很飽 是不是很飽呢 為什麼呢 原來零零後去覺得 其實還是有用Facebook 或者用這個Telegram的 你也是腦餅 Telegram我已經沒有用了 Telegram我自己 很麻煩 都沒有裝過 我搜尋過 怎麼用 我就算了 我沒有用過了 但Facebook其實我還保持著用 所以各位聽眾 就算被人說腦餅 希望你也不要介意 上Facebook Like我們90後翻牆大作戰 這堅硬性TACOK 這堅硬TAC也不錯 好了繼續 我們還有用Facebook 我知道你肯定有 我肯定有 這位老師說什麼呢 他就說 原來零零後 普遍只會用Instagram 或者Snapchat 大多數就不會有Facebook 或者Telegram的APP 或者帳戶在這裏 Snapchat也是麻煩的事 甚至有一群 可能是未聽過Telegram 這個APP的存在 我記得有一陣子 好像社運很多 就是Movement那一陣子 就是Telegram 很多人在轉用了Telegram 就比較安全 我都聽過 不是Telegram真的很安全 我不是用這樣的作用 但其實Telegram是有一個 叫做Secret Check 我不知道是否叫做Secret Check 還是什麼 我發給你 十分鐘後就會失去記錄 然後我都覺得這些是偷情用的 我也有這樣的感覺 雖然很小腦 反過來 社運也很有用 什麼物謀作反 物謀等等 你試一試這樣做 都沒有留底 最重要 不是有沒有留底 有時可能是 不用被人拿來上光上線 這個也是 即是你那句話 其實沒有那個意思 即是有人說 嘩 那一群人這樣 我們去動 其實有時候 大家口說很容易 但可能現在的字 經常是文字獄 有人拿你這句話 不知不知道想說 閃索性的訊息 永遠就刪除了 就是更好 總之大家看完 就變成整件事 就好像是 口對口檢查 檢查完之後 你不能留底 就像剛才我和你吃飯說的 你怎麼做 但是現在就說 原來00後的一群 就是用Instagram 或者Snapchat 為主 Instagram 我自己這樣說 我不是沒有用 我有用一下Instagram 我用來說 真是很無聊 想問 我一陣子不知道Instagram 我不會用 那時候我按一下按一下 不小心 掉了一句 朋友 然後 我現在也不知道 有多少朋友 在看我的Instagram 但也有人按一下 過來給一些反應 我一陣子不懂得按 我還想按一下 我只想按一下 我看要跌了什麼 然後又想便 Gin了一堆朋友 大家看看 instagram 我覺得看照片時 相片拍得漂亮的是OK的 但如果你說 剩用instagram 我覺得很難搞 因為那個文章 那個資訊量太低 我覺得 為什麼有FB 公司又有FB 又買了一張Instagram去公司旗下 因為那時候我兩張App的用途很不一樣 Instagram真是很愉快 大家生活很開心 拍一下有趣的照片 拍一張超靈的照片 拍一下大家一起拍的 或者拍一下你碟食 拍一下你有什麼好東西回來拍一下風景 Facebook其實是一種blog的功能 而且Facebook就算你不用blog去寫 其實你的資訊量高很多 如果我貼一張圖 我下面可以打很多字 那個字可能有機會給你招呼 或者一個圖庫給你也可以 整個album上面打一堆文字也可以 我直接打一篇文字也可以 我的Facebook的文字量高一點 變成我知道的資訊會高很多 但有時候Instagram那些 我覺得介面上太簡單了 變成資訊量吸收很有限 如果用來看新聞那些 除非你那張照片可以勝過千言萬語 不過就不要相信 但其實照片反而是很危險的 你拍一張照片 講一個故事 其實已經有很多東西 你文字有時候才會說完這些東西 或者你卡一卡的照片又不同了 其實有時候我喜歡看字多於在照片 看字反而才會知道更多的東西 但我不知道他的文字就是喜歡用Instagram和Snapchat Snapchat只是我記得我這朋友用 他們跟我說Snapchat基本上是通訊軟件來的 只不過你每次說話都會拍張照片傳過去的意思 但如果你是一個俊男美女 你去地鐵路上 就想有人說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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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給別人 拍張照片我拍了地鐵地板 拍了地鐵車廂 傳給別人就可以了 問題是我這些又不是叫什麼營臨 什麼俊男那些 待會我在地鐵我出來一按相機 可能就被幾個人按下在地上問我幹什麼 是不是想偷拍 其實我這幫人有時候很難做的 人家可能見到你Snapchat未必理會你 可能我都會知道 不知道 可能人家見到你拍照是否想偷拍你 我按下那個鐵路 獨男美女想偷拍 隨便吧 已經不會用了 很麻煩 所以我自己不用了 甚至我的朋友說 因為工作上要跟年輕人接觸多一點 接觸的時候他聯絡 那頓飯可能是他窮人在聊某些事情 然後他不斷拍照 說你幹嘛不斷拍照 他又說我用了Snapchat跟年輕人接觸的人在聊天 我問他為什麼拍那麼多照片 他說不是的 Snapchat是你每說句話都在拍照 有人說 蛤 這麼有意義 我忍不住都說 但是那時候我不是說這個字 你應該是按鈕有意義的 我不是 那時候我簡直是另一個字 但我自己理解不了 我覺得我的資訊量太低了 他好像比Twitter的資訊量更低 Twitter的限制數 但是你在Twitter上看的東西都可以有很多的資訊出來 有時候有些人說一些他的經歷可以分很多的出來 當然我見過有些可能在Instagram會弄一張照片 然後把照片打一堆字就用來貼出來 我相信是沒有人看的 你相信我吧 所以我覺得 不用Facebook 只用Instagram我經常覺得夠不夠 你現在香港人是即食文化 是真的 這可能是的 這個不知道 如果有聽眾人在Youtube看到我 然後就說其實我真的沒有用Facebook 或者你可以分享一下 那說一下一點點 剛才那個點是生活上你有很多東西會有什麼取態 下一項有趣一點 開始關一些流行文化士的東西在關 就是看漫畫方面 是 動漫的 就說原來這位老師說 他喜歡看的一些動漫 就包括有這些例如 Re Zero Re Zero 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就是那個男主角轉身了異世界 不斷死不斷loop那一套 接著就有什麼東京食種 銀魂之旅 然後就說較少的零零後有一部分 可能就還有看過One Piece 就是海賊王 但是說龍珠和火影忍者 就已經是被那些零零後當作老餅了 而說到龍珠 甚至那些零零後會說 嘩 這麼多年前的東西都還拿來講嗎 嘩 不是 龍珠是陪著我們戴的 我小時候是要問自己家 我可不可以今晚看龍珠才睡 這樣去看龍珠 這麼夜播的嗎 夜的 夜的 因為打爆了血 所以要夜的播 那時候我星期六晚上問自己家 可不可以看龍珠 看完才睡那一套 聽過這句就有一點情何以堪 我只可以說 我不知道這個又不能說人些什麼 但我覺得口味是很過人的 不一定要喜歡龍珠 但是純粹用年代差就說 龍珠是老餅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還拿出來說 我覺得有點膚淺 因為我喜歡機械人作品那些 可能我小時候是看什麼勇者系列 或者是高達大的 但是我會想了解一下 如果我是喜歡這個產業 喜歡這件事 我會想了解他以前是怎樣發展過來的 其實是不是這麼小的時候 還沒有這樣的思維 可能他大一點點會有 大一點點應該會有 因為我小時候反而覺得這隻新衣蠻漂亮的 然後我會想知道 以前舊的東西是怎樣的 然後我可能會在網絡開始流行的時候 我會查一些 知道要查一些以前有什麼舊作品 如何影響現在這些會有 其實龍珠真的是 若干廣據上面 可能去過銀魂 說他們看過銀魂 東京食種那些 其實畫多一下小的 真的會受到龍珠的影響下來 沒有 其實現在小時候是這麼想的 可能是 就算我之前教一些小朋友踢球 可能我那時候也是這樣的 現在教一些小朋友踢球 他會跟我說 我有時候會說 你想怎樣 可能問阿sir 怎樣可以射好罰球 我會叫他 很簡單 如果問你射好罰球 你會立刻想起一個人 碧涵吧 然後他就說 不要射十二碼就行了 不是 不要射十二碼就行了 我不是球迷都知道 你去Youtube看看碧涵吧 不要打錯十二碼 碧涵? 他兒子比我還要看碧涵? 大哥 人家整個足球發展史是這樣的 一代受一代影響 美詩不是看馬拉多娜學習的嗎 什麼?馬拉多娜? 不是吧 我爸爸也看的 那是不是足球? 那你那天有沒有笑笑笑 那感覺很失望 我就說 其實我也會看比利踢球的 雖然說龍珠也有些搞笑話 說到是不是每代年輕人一定會看龍珠 我想自覺可能起的 那一代也還會來看龍珠 現在這代可能會少一點 當然近年有新作品 可能人們會看那一套 但其實有一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off topic side track的笑話 其實龍珠 我那時候看過一些報道說 龍珠的作者大家也知道 是廖山明 即是IQ博士那位 他好像說 他的女兒 原來是剛才不是說 很多年齡後會喜歡看銀魂的 然後說他的女兒是銀魂粉絲 然後他說他的女兒 沒有特別去看他爸爸 但是他說他的女兒 有一陣子有一次把他拿到龍珠來看 然後他媽媽問他為何拿到這本書來看這不良的 然後她跟他說 我看《銀魂》的時候,我看《銀魂》的時候,我看《銀魂》的時候用你那本漫畫《焦龜波氣功》,我就揭揭一下那本書是什麼樣子 然後他跟廖山明說,好像廖山明在出版上寫一些東西給《銀魂》的作者之類 是罪的嗎? 不是罪的,是出了一本書,類似是那本書都說了《銀魂》之類,然後《銀魂》寫這個往事給《銀魂》的作者 作者仍然有一些不好意思,大小姐,公主不好意思,前輩不好意思 這些東西你覺得多有趣,可能連作者的家人都未必有看《銀魂》的東西 可能真的有點時代差,但我希望不要用年代差去歧視作品 始終不同年代有不同創作背景出不同作品 沒有以前的電影都不會有現在的電影 然後這個叫做動漫那方面,他還說遊戲那方面 遊戲那方面他就說,多數00後其實是不認識這個《Monster Hunter》 甚至連這個叫做《LOL》,這個《英雄聯盟》 都不會高度得太複雜,所以沒有玩的 那你也知道在我們這陣子和你那陣子都是,因為這遊戲都是瘋得瘋的 電競界,真正的世界級比賽都是打這些遊戲 是《LOL》,他也有的 然後《Monster Hunter》那些朋友,現在還在每晚打蝶蠢龍 開台陣子,開台打 他們有啊有啊,他們每晚都在這裡打 然後可能出來吃飯,我昨晚打機和誰聊呢 然後可能在這裡講一些正經的東西,在打機和斬蝶蠢那時候聊一些正經的東西 有得意的就是他們雖然沒有玩《LOL》 但是有很多00後就喜歡玩一個傳說對決 傳說對決其實基本上就是《LOL》 只是變成Mobile版,好像是買了版權回去再改變成Mobile版 現在的人是喜歡玩手遊的,所以為什麼那些人喜歡玩Snapchat、Instagram 不喜歡看Facebook,簡單的嘛 其實我猜很大機會就是遊戲只要是Mobile Game 他們就讀到會是潮一點、現代一點 不是Mobile Game,而是Console,或者是PC 他們就會有一種感覺是覺得腦病一點 可能是,還要特意回到家,坐下除了書包,左鍵盤又滑鼠打 因為我也有些工作上經常接觸到年輕人的朋友 在那邊說,他們不買PS4那些,不是沒有錢買的 是純粹他們說不要買PS4,或者不想砌機那些電腦 打機用手機就可以了,什麼搞這麼多東西 我們自己也會有,這個是比較難聽一點 也不是很應該說,簡單來說 好像我們這個年代都覺得開DVD機播視油碟是不需要的 會這樣看的,我們都覺得… 我們就覺得,我們就有不同的,覺得一套戲喜歡就買一隻碟回來 所以你看到我,你看到我,我還在那裡存碟 會,但是… 有不同的,年代差,我就不說現在看到什麼 有些人會告訴你,有Netflix,買什麼東西碟 但我Netflix看完喜歡,我會去買一隻碟 你買醬碟都覺得貴,不跟你說 又這樣說,Netflix,或者網上訂閱的那些,其實會下架的 到了某個限期會下架的 其實,因為買版權不是買一輩子的,買斷的 又這樣說,除了這個項目之外,就叫做最後一個項目 就說原來現在零零後眼中 這位老師說,你沒有看TVB,他反而會當老餅 現在人們是看TVB的 反而他們覺得看TVB會比較潮 TVB捧誰,那些小朋友就喜歡誰 當然,我剛才不是說,我那些朋友經常在工作上接觸的年輕人 沒錯 他就說,其實要看一些區份,即是看區域或是看收入那方面 如果家裡的情況相對是富裕一點,就說這個就未必這麼說定 可能是私立學校 那些可能就由小到大,家裡就不斷被英文去看 有勢力去看,有勢力去看 學生就未必有一件事,但可能其他地區收入叫做FHD FHD,或者叫做基層D,就可能這件事是挺成立的 所以這個只要說,就說不定了,就看看什麼地區 但說到最後,我想時間差不多了 不過我也是覺得一件事 有時候是無謂說來說去的,我如果要記住的事,就不可以隨便說人家是小學雞 我們也不可以隨便說人家是老餅 有時候我會說,可能大家長大環境不同,或者心境會有不同 可能我們小時候有說過某一行為是老餅,可能也有 可能我們小時候有歧視過某些舊作品,可能也有 也是 但有時候可能到某些位置就要記住,可能你不想人家標籤你是這個小學雞 或者標籤你是什麼的,也就不要標籤別人是老餅 沒錯 這些冤冤標籤就何時了 不過臨收工前,我們拋個問題出來 你覺得聽90後翻牆大作戰是否一個老餅行為呢 好,那我們下個禮拜回來就... 我相信不是的 因為希望在明天啊 你不要說我兩句有什麼關係,我回答不了你 OK 那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那下個星期回來,繼續有90後翻牆大作戰 拜拜 我們下個星期內 我們下個星期內 分析 我們下個星期的簽名 星期內